大家好,今天要来看这个题目呢,是103学年度台南女中数理之忧班入学的考试 那一样呢,如果你想要自己先想过,可以把影片按暂停 好,题目是这样子的 平行四边形ABCD,若动点P,从B点出发 沿着平行四边形的边,依BC租A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移动 记录P点的移动距离为X,而三角形AVP的面积为Y 它的SY函数图形如右下 该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为A,周长是B,球数对AB是多少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题目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要看懂这个SY图的意思是什么 在题目的第二行当中,他提到P点的移动距离为X 此时三角形AVP的面积为Y 同学看右边这个图,右边这个图代表什么 代表一开始的时候,X从0慢慢的变成5 而三角形AVP的面积从0成长到12 什么意思呢? 请看左边这个图 一开始的时候P点在B这个位置 然后呢,随着P点慢慢的往上移动 有没有发现三角形AVP的面积会跟着越来越大 可是当P点移动到了CD这里的时候 好,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时候三角形AVP的面积 只要P点是落在CD上面的 它的底和高都会一样 所以这一段呢,它的面积反而会不变 代表什么? 代表在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这一段Y都是12 所以呢,表示X到了5与13之间 三角形的面积是完全不变的 所以一开始,X从0到5的时候 它的三角形面积是在成长的阶段 表示BC线段长度是5 而从5到13,它的面积又是一致的 表示什么?这一段是8 好,因为这个时候在C点的时候 X是5 到了D点的时候,X变成13了 所以表示CD线段是18 所以周长怎么算? 周长就是5加上8 然后再乘以2 那面积呢? 好,现在呢 我们把刚刚这个清掉 当它走到了C点的时候 好,右边这个图 它告诉我们 三角形ABP的面积是12 所以三角形ABC的面积是12 所以整块的面积就是24 所以A就等于24 好,那刚刚说B等于26 所以数对AB就等于24 26 这个题目它就是在考你 能不能把右手边的这一个SY的图形 跟左手边的这一个说明 彼此之间做一个连结 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个 讲解呢 有任何的要一起讨论的 都欢迎一起加入讨论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题目呢 你希望能够持续追踪 记得按赞或者是订阅哦 今天讲到这边 拜拜